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範例3 它要求就是說空間中三個項量 所形成的平行六面體的體積 那這個很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平行六面體的體積就是這三個項量所形成 三階行列四的角度子 我們把這三個項量列出來 行列四 加個角度子 然後就乘開 乘開 乘開 正的一線量 這邊 乘開 乘開 然後做一做 加個角度子 算出來是-28 角度子 28 就結束了 好 那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岩鏈3 岩鏈3的話 也是一樣的 好 它說 這個O是原點 ABC3的點 給你了 由OAOBOC所展開的 展成了平行六面體積 好 那這個就很簡單就是說 你只要找到OAOBOC3的項量就好 好 那因為這個O點是原點 所以OA項量其實就是1 2 3 OB項量就是這三個 直接把它列出來 行列四 加個角度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把它算一算 然後OA發現它達的是7 所以這個min 這個體積就等於7 看看有沒有提